谋水库在9月1号的时候 水位达到低水位的警示 水位线-3 9月2号受到大雨影响 水库进水量是4000立方公尺 水位就达到了7 如果说大雨不退 则当水位线达满水位线24的时候 就需要调节泄洪 请问水位线每升达一个颗度 表示进水多少立方公尺 我们从这一句看 它本来是在-3 它进了4000立方公尺 水位就到达7 在第一小题里面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总水位 它是调整了多少 它到了7 对不对 它本来是-3 减掉-3 意思是说它在 好比说这里是高度 这里是0 那么这里是-3 它本来是在这个位置 后来呢 它到了7这个位置 代表什么 代表它总共调整了这样子 10个位置 这里总共是10 7加3是10 总共了调整了7个颗度 10个颗度 这10个颗度呢 它是4000立方公尺 除以10 就会等于400 每一个颗度 每一个颗度呢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每一个颗度 代表400立方公尺 每一个颗度 好 这里就回答400立方公尺 如果说9月5号到达满水位 那么9月1号到9月5号为止 水库总共进了多少的立方公尺的水 9月1号呢 9月1号是在这个地方 9月1号是-3 那么到9月5号它是满水位 满水位是24 那么我们这里看一下 24到-3之间 它总共是多少的颗度 总共是27的颗度 那么每一个颗度呢 是400 所以总共进了004728 进210 这里是10800立方公尺 好 就这样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